近日有报道陈恒大队赢一场奖金600万,每进胜一球奖金300万,最近三轮比赛广州恒大队总奖金达到5400万元,重赏之下必有泳服,吃瓜的群众一点都不觉得奇怪,但真正的问题来了。 据悉恒大队最近两轮奖金方案并非如此,还是原来那套2021的奖金方案,所谓2021,即是赢一场200万,平局不扣不罚,输一场扣200万,每进胜一球奖励100万。 恒大队这几年征战中超一直在执行这份奖法分明的方案,荒野中超,恒大队这套奖法分明的方案在中超独数一致,但奖金标准在中超金属中等偏向的水平。 恒大队今年上半年成绩一般,尤其是在5月份三场中超联赛,紧取的两负一瓶的战绩,球队不仅未能获得赢球奖金,还被扣罚了400万。 7月16日,中超联赛冲人战火前两天,恒大俱乐部召开管理会议,在会上,恒大老板许佳一要求球队,在联赛下半城要重振精神,鼓舞士气,齐心协力,努力拼搏,在比赛中劝心投入,血听对手。 知情人士透露,血老板考虑到球队5月份被扣罚了400万,为激励球队赢得联赛下半城的开门红,特地将球队与贵州横峰队比赛的赢球奖金和晋升球奖稍微提高。 相应地,熟书球将同样扣罚等额的奖金,如听局则不扣付法,恒大队一直采用工资加奖金的方式,工资不算高,主要,还是靠奖罚分明的机制来激励球队 多赢球,接近恒大队的人士透露说,7月18日,恒大队主炒4比0大胜贵州横峰队,按临时调整的奖金方案,恒大队获得的奖金比原来的2021方案增加了,但扣罚5月份联赛输球的400万元后,球队时机所得奖金远远低于媒体报道了的数额,战法贵州横峰队,恒大队一日执行2021的奖金方案,但球队的气势如何? 接连在主场5比0击败重庆思维队,在客场3比0轻松战胜天津泰达队,最近两周,恒大队好取三连胜,共攻进对手12球且不失一球,奖罚分明的奖金方案没有改变,恒大队迅速爆发的原因不得不提恒大方面, 最近下发的两份重磅通知,这两份通知分别是关于全面里顺球队管理的通知,和关于实施莫为领奖金制,考核办法的通知,恒大淘宝俱乐部在通知中明确指出, 通过对一线对上场球员的纵跑度距离,高强度奔跑距离,创球失误次数,身体对抗次数及成功率,强断次数及成功率进行综合评定,实施莫为领奖金制。 据了解,最近三轮恒大队,严格按照两份通知要求,对上场球员实行综合考评,严格执行莫为领奖金制,恒大队球员都非常清楚,现在在队内不仅要竞争上岗,有机会上场了还要拼命,稍有放松就会面临莫为领奖金了。 不难看出,莫为领奖金制最大限度的激发恒大队球员潜能,七贵王恒大队的球员一旦拼命,赢球就不再是难事了。